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21号星期三 我们明天会打疫苗 我之前说了 我打疫苗之前肯定要跟大家的通报一下 明天我们去打疫苗 思前 当然了 我知道很多人首先就关心你打什么疫苗 我知道有的人要录类似的节目 肯定还是废话多 说了说了说了 到了最后一秒才告诉你要打什么疫苗 对不对 我呢 你死动格绝对不这样 开门见山第一句我就告诉你 我们去打辉瑞 好不好 去打辉瑞疫苗 那为什么打辉瑞 为什么这种选择 很多人会说 就是说思东哥 你既然你看你这么喜欢去钻研 对不对 你既然你打了这个疫苗 我们相信你 对不对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就是为什么你选了要打辉瑞 什么也不为 我老婆抽风 昨天晚上突然想起打疫苗来了 就突然就说打疫苗 马上 而且迫不及待就要去预约 我们昨天录完节目之后 我老婆就直接就要去预约了 约了之后没有 什么也没有 现在我们门口只有辉瑞 摩德纳没有 强生被现在展示都暂停了 以前好像还有辉瑞和摩德纳选一下 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就是没有摩德纳 现在我们能够选到的疫苗 只有辉瑞 没有其他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 不是说我经过了什么深思熟悉 觉得哪个疫苗更好 哪个疫苗不好 或怎么样 都没有 我以前想打强生 因为我觉得想打一针就完了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象 我觉得怎么说 这就叫人生 你知道吗 人生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看你 比如说你从高中就开始想 我将来上大学 我应该学什么专业 我比如说我要学财快 我要学computer size计算机编程 然后或者我学什么MBA 我逼了之后 我要去当企业家 或者我要学什么电工 我要去工厂 我要是怎么让 对不对 我要当工程师 是不是 或者我要学建筑 我要学法律 我要以后当律师 你总是在不断的不断的规划 最后逼了业之后 你去门口卖烧饼了 你知道 你完全没想到 你知道吗 但是人生它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疫苗也是 从疫苗开始有 我就开始研究 哪个疫苗怎么回事 我还往上看一些 查相关的资料 哪个打几个 然后什么辉瑞是百分之九十几 然后强盛是百分之多少 然后谁的重症率怎么样 说强盛虽然比例不是很高 说80%多有效率 但是它的重症率特别的低 打完之后 基本上不会出现重症 不会出现死亡 然后比较了一大堆 等到最后有一天 突然你去打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只是因为没有 就现在只有辉瑞 然后反正昨天 然后美国现在 倒数快 然后打也是 我们门口都没有 我们门口都是 最近四天是没有的 你要有就要再等 等四天之后 我老婆就是着急突然冲锋 就要昨天4月20号 要定就要4月21号打 最后就选了一个 我们家开车 从开高速开出去 你开半个小时 才能到 反正挺远的 开半个多小时 对我们家特别远 一直开到最北面去了 但是就是说 好处就是快 4月20号 你定了4月21号 我们明天下午就可以去打了 然后5月12号再打另外一针 当然5月12号到没关系 你可以先斩定 后边随时你可以去 去更改它 去重新调这个时间 那就到时候再说了 第二针回来再说 反正现在就是说 明天下午 我们先去扎一针 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非常抱歉 我知道很多人进来 很想听我讲讲疫苗 比较一下怎么回事 什么的 完全都没有 就是这样 所以我看你 你要想打 跟我一样也别比较了 看看你家周围有什么 有啥 就打啥 现在好像普遍比较多 还是辉瑞多 摩达德少 情侣现在被暂停了 对吧 情侣现在不暂停 你也不敢打 对吧 所以就他俩 他俩的话 我觉得都差不太多 然后我们是去沃格林打 这后沃格林挺多 遍地都是 我们去沃格林特别远 开车半个多小时 我们家门口有三个沃格林 对不对 然后全都打不了 不是打不了 就是你要等 但不想等 不想等 明天打 开半个小时 好不好 然后我也做好心理准备了 明天打完之后 可能反应会比较强烈 因为有人跟我说是第一人强烈 有的人是第二人强烈 有的人是都不强烈 都没事 还有一个朋友 我跟朋友说 我说明天去打疫苗了 本来说后天一块约着去打枪的 我说明天打疫苗 但后天别打枪了 我说到可能得歇一天 他们说有可能反应强烈 我那朋友已经打完了 两人都打完了 他说他打了两针都没有什么反应 有小伙伴私信我 说他也打的 辉瑞 也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打两针跟没打一样 然后他说你能不能别把打疫苗 说的这么吓人 他说都是个别现象 你这么说 大家都很担心 我想想也是 的的确确是 好不好 有一些个别现象 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说了瞎话 对不对 我也没有说瞎话 我已经跟你说了 有的朋友怎么样 有的朋友怎么样 的确都是真人真事 对不对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打的都有问题 我们对面邻居那天跟他聊天 对面邻居台山来的 他父母台山来的 他从小在美国长大的 算是个ABC 基本上中文 不是基本上 中文就是不会讲 一句都不会讲 他说他只会讲很简单的几句台山话 问我能不能听得懂 我说你逗我吧 台山我也听不懂 所以就只能拿英文了 所以跟聊聊天 他是打的辉瑞 然后我们去弄车 修车 卖我们车的大爷也是打的辉瑞 但是大爷对面邻居好像说他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对吧 大爷说他在第二阵的时候是有点难受 他说他第二阵的时候开始抖 然后发冷 对吧 我不是为了吓唬你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不好 但是说别人都没用 好不好 看看我说什么情况 明天 现场直播就不太好了 我估计人家不让路 但是我打完之后 回来之后 我会大家说一说我的感受 好不好 然后让你们做一个心理准备 因为我知道国内的有很多小伙伴 也在等着在打辉瑞疫苗 然后中国现在好像说是打了辉瑞疫苗 和摩德纳疫苗的话 好像可以入境中国 是吧 就是说是承认了这两个疫苗 实际上变相 我当时也说了 可能要给辉瑞疫苗要开绿灯 可能八月份的时候 你在中国也黑打了 对吧 很多中国小伙伴在等待 我先打一个给你们做个实验 小白鼠 好不好 打完之后 我给你们看看到底怎么个意思 明天我可能裹着棉被 这样的 就给你们录节目了 也可能啥事都没有 好吧 明天看看 打完之后看看我是怎么一个反应 看看我跟我老婆 我们都是怎么一个反应 反正明天去打疫苗 好不好 给你们汇报一下 这期先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